歡迎大家收看東周列國戰國篇 今天播放《犯罪逼仇》的最後一集 說到犯罪當然可以拿到危齊的人頭 但最後令到巡藝膠剪血流成河 當然為了兩個人的私仇而令到生靈淘汰實在不太值得 但是在戰國的時候蕭先生是否這些事經常發生 那個也不是那麼簡單 大家要知道三進就是擋著秦東出之路 其實秦國是經常不停跟三進交戰 其實一直以來秦國國軍的野心都很大 是的 不停就會跟趙、魏和韓三個國家交戰 韓國的國勢比較弱 魏國和趙國的國勢比較強 尤其是趙國後來還是春秋末期的強國 但是接下來打完魏之後 其實就要去打趙 於是在這個時候我們說發生 我們曾經介紹過《四公子》 最出名的故事就是《信寧君救趙》 《信寧君救趙》 這個也是出現很多歷史上 大家出現很多出名的人物或者成語 異不帝巡 你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這個 趙國圍住了韓丹之後 其實就是叫諸侯各國去救他 平原軍 剛才我還沒回答你 就是平原軍的門客 有一個最出名的叫毛帥 幾年來都沒有出過聲 平原軍也不覺得這個人有什麼本事 平原軍要派一個代表團去楚國 叫楚國出兵救趙國 毛帥自戰 他說我也去 平原軍說 我未曾聽過你有什麼本事 你怎麼去 這就引用了一個很出名的比喻 他說一個聰明的人 好像擺一個尖的鱗在布袋裡面 他自然會刺穿布袋出來 人家看到這個鱗是存在的 他說你在我這裏幾年都沒有人覺得你有什麼本事 那怎麼樣 毛帥說因為你沒有把這個鱗放在布袋裡面 去到見到楚國 那些口才很好的人 講了三日三夜 講了很久很久 講了很多小時 沒辦法去扮到楚國出兵 因為楚國怕秦國 秦國聲言說 諸侯誰敢救趙的 既平寒丹 當疑屍以攻殲 接著第二個就輪不到他 於是就算魏國都不敢去救趙 魏王是命鎮匹出十萬大兵 屯於境上 去到魏國邊境就停了 不敢誇過趙國邊境 他命為救趙 實至兩端而觀望 命為救趙 其實就是想看看有沒有死雞汁 其實是 楚國是不敢出兵 由早那天晚上就不敢出兵 這個毛帥突然走過去跟楚王講 原來他有一把劍 收了一把劍 他說 你屬下有百萬人 土地千里 但是在三尺之內 只有我和你兩個 我就可以用我的血錢在你的身上 這個其實是很誇張的 即是我的血錢在你的身上 即是你也可以出兵 即是你的權勢 是沒有用的 在這三尺範圍之內 他現在救這個趙國 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救就救 不救就不救 你都喊喊喊喊做什麼 那最後就出兵了 聽完蕭先生講這些參考的資料之後 不如我們現在先來看看劇集 一會回來再跟大家聊天 好嗎 好嗎